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 咱们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2月15号大年初六 到2月20号 组织大家呢去近东南 长治近城这两个地方游学 大家都知道这个山西是我最爱去的这个游学的地方 因为在明代以前的古建筑 80%都保留在山西 唐辽宋金园啊 这各朝各代的建筑都能看到 你比如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全国现在五代时期的建筑只保留下来了五座 一座呢在这个河北的郑定 一座呢在平遥的这个郑国寺 剩下的三座全部在我们这次的行程之中 包括这个龙门寺大云院和天台安 就是我们一下午就能把这三座五代建筑全部看完 另外呢比如我们看观金堂 中国最好的明代的旋宿 我们看法兴寺和重庆寺 有中国最好的宋宿菩萨像和罗汉像 另外呢你比如像什么玉皇庙啊 这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前的 明代的我们都懒得看了 还有呢著名的皇城相府 这个在山西也是明文侠尔 如果您春节完了之后啊 家庭这个聚会完了 德贤跟我们走这一趟 绝对是不需此行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欢迎大家 好那言归正传 现在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一个老公过了多少年之后 发现这孩子呢不是自我亲生的 或者呢离家三年 发现媳妇给自我生个大胖小子 这种事啊放在古代也特别常见 和现在不同的是呢 有一些古人对自己啊 喜当爹并不抵触 甚至会主动找绿帽子的 最早有关喜当爹的这个记载 要追溯到战国时期 除考猎王在延续国座这件事上呢 干打雷不下雨 宠幸了很多后妃 可其中呢没一个怀孕 一时之间 楚国朝野也是暗流涌动 不少有继承权的王族啊 就开始同朝中大臣结党成派 甚至有人开始思绪假兵 就等着楚王一死 自己成绩大统 这个时候最害怕的不是楚王 而是这个另隐春深君黄歇 就战国四公子之一啊 是吧 他担心要是楚王 没有合法继承人的话 新君上台必定要经历宫廷政变 这对自己呢 没有好处 于是呢 他就把自个刚刚怀孕的小妾 送给了楚王 几个月之后 孩子出生成了太子 楚考猎王在浑然不绝的情况之下 就戴了十几年的绿帽 这个孩子后来也成了新一任楚王 三国两进南北朝的时候啊 朝他们之上也出现了这样一起逃色新闻 曹魏时期司马懿大权独揽 当时社会上有一本流传很广的称书 叫玄石图 上面呢 记载有牛济马后的预言 司马懿又请这个星象家占卜子孙运士 管克占卜的结果呢 跟玄石图不差毫厘 可问什么叫这个牛济马后 都说呢 是天机不可泄露 于是老头啊 这个左右琢磨 这意思可能是司马家的后人的地位啊 要被姓牛的拿走 司马懿就满朝找姓牛的 最终呢 把目标就锁定了手下一个叫牛津的将领身上 就派人请他赴宴 酒中下毒 牛津为人坦荡 没有提防之心 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司马懿自此以为牛津已死 子孙就可高枕无忧 坐享富贵 殊不知世事难以预料 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进 西风狼牙王 妻子为人风流 没多久就与王府 一个也叫牛津的小吏 勾搭成奸 后来呢 就生下了司马瑞 等到西晋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了之后 司马瑞邪宗族南渡登基 建立了东晋政权 因此呢 后人戏称司马瑞为女巫瑞 比如这个明朝的思想家里 致就直呼东晋为南朝晋牛市 而不称司马市 对于司马瑞身世的编排 出自晋书和魏书 这两本史书呢 都有这个立场先行 胡编烂造的这个嫌疑 魏书以北方政权为正统 在提到司马瑞都说 渐进司马瑞 就是说南方政权是伪政权 根子就是烂的 那怎么证明他们烂呢 最好的办法就说他们血统不纯 于是呢 编出来这么一个陶色新闻 此外 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也有喜当爹的传闻 话说呢 他出去两年 回了老爸给他生了个孩子 杨国忠暴跳如雷 质问缘由 妻子呢 却解释道 只怪自己啊 太过于思念夫君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呢 经常梦见和相公清润 后来呢 便怀了孕 生了个儿子 杨国忠听后是喜笑颜开 对妻子说 这是我们夫妻感情过深 导致的 事后还大摆延宴 庆祝自己喜当爹 这个故事呢 来自开源天保一世 是一本民间故事 整理而来的小说 杨国忠早在 马尾波之变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组织 定义为大奸臣 所以呢 怎么黑他都不过分 就这样呢 给他黑出来一顶绿帽子 前面说呀 这些甭管是真是假 都是自己被戴了绿帽 古代还有很多人 主动找绿帽戴 春秋末期 齐国高门望族 田成子 势力庞大 已经有了 取国君而代之的野心 先是逼国君 把全国的大部分封地 都交给他 前前后后 获得了四十多座城池的管理权 有了这些封地 下一个问题来了 该交给谁去管理 交给别人 自个儿不放心 最好的辙 就是仿效周天子的分封 让自己的儿子 去当这些城的城主 这样呢 自己可以高枕无忧 想法很好 但人的精力啊 毕竟有限 就算这个田成子 抹足了印度神牛 吃饱了伟哥 也生不出四十多个孩子 田成子啊 就心一横啊 琢磨出一个绝顶搜独意 从全国挑了一百个身材高挑 容貌交好的女子 冲入自己后院 作为小妾 然后呢 阎揽天下宾客 到他门下 宣誓呢 自己也爱惜人才 这些宾客 进了田家之后 可以直接进后院 平时老田工作繁忙 不怎么回家 还嘱咐下人 到点就睡觉 别熬夜 宾客们一开始呢 他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考验 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啊 发现确实没人寡 于是呢 个个有事没事 就后个乱窜 就这样田成子家里 多了七十多个儿子 这些儿子呢 被分封到各地 把齐国都变成了田成子的地盘 没过几代 田氏代祺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君 南北朝的时候 宋明帝刘裕 也用这种办法呢 让子孙人丁兴旺 他早年呢 被废帝刘子业 关在猪笼子里折磨 已经被吓得不孕不育 登基后不管林姓多少女人 都没人给他怀孕 皇上怎么能没儿子呢 情急之下找来大臣李道尔商量 李道尔的想法是 只要妃子在宫里 把孩子生下来就行 至于在哪儿怀上的 其实无所谓 刘裕一听 真乃妙计也 把一个爱妃 送到这个李道尔家 李道尔每天晚上卖地加班 终于把爱妃肚子搞辣了 后来刘裕一想 不能老着呀 太吃亏 就把这个皇室家怀孕的女人 拉到皇宫来 这个女人一生儿子 就把他杀掉 把儿子留下当皇子 所以后来刘裕名义上 有12个儿子 没有一个是亲生的 他死后两个儿子 分别登基 都是别人帮的忙 由于喜当爹这个事儿 对于古人物性极强 因此即便是发生了 能被记录下来的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野史记录 为了抹黑儿子 证明他继承权不合法 才这么写 可信度就不高 近代以后 就只有溥仪在自传里 承认有绿帽子 婉容跟侍卫队长思通 生了儿子 儿子刚生下来 就被溥仪扔进火炉里了 这件事是当事人自个儿说的 听着呢 煞有介事 不过婉容生前的女官 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 这个按照维满的公平制度 世卫根本没有 私会皇后的机会 婉容的弟弟润齐 婉年呢 还打官司 给姐姐抱不平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 溥仪回忆录的时候 也能发现 她写这本书 是作为战犯 被特赦以后 这里边哪些内容是真的 哪些是为了保命而故意恶心自己 就只有溥仪自己知道了 好了 关于古人喜当爹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